这份越南籍14人的偷渡名单可说是整起案件相当重要的关键之一 因为他们被发现在国内有建党记录 代表说他们曾经来过台湾 但是因为逃逸或是非法滞留的这些不良记录 让他们无法用正当的管道再度来台 或许也是因此让他们走上偷渡这一条不轨路 加上国内为了强化查气非法未来人口 针对与其滞留的外国人 最高罚款从1万提高到15万 禁止入境期间也从最多3年延长到10年 可能怕被重罚才会放手一搏决定偷渡 从历年案件以及警方统计来看 越南籍人士要偷渡来台 第一站就是到大陆的广州跟船东回合 他们从越南出发到广州的渔港搭船出海 在海巡雷达监测范额外的12海里处停靠后 换搭山板在台湾北中南各地抢滩上岸 只是有黑水沟支撑的台湾海峡 大风大浪可能导致山板翻覆 但另一个可能会不会是人为因素 偷渡费用都是先结清 出海后命运就是握在船东手上 能不能平安抵达 得靠运气 但这些人究竟是不是被丢包还是翻船 雷达航机资料没有可疑传之 恐怕只能从死者身上来找答案 提别新闻无权无鱼啊 台湾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